小燕姐, 煮東西吃 可以說是博大淨金 是… 同一個材料, 不同的煮法 結果已經很不同了 還有, 養法不同也不同 養法也可以不同? 很簡單, 鰻魚材料 有脆肉鰻, 有草鰻 看看吧 好 阿湯 是 有兩種鰻魚, 有脆鰻和草鰻 我知道草鰻吃的鰻料是食物 是 而脆鰻是用蠶豆做的鰻料 是 我只吃火鍋, 吃過脆鰻 草鰻是一般的 說起脆鰻, 有一段故事 我親身經歷 我跟街市賣魚的叔叔很熟悉 他說脆肉鰻, 魚塘不停… 讓他游泳做培養, 運動他就脆了 鰻鰻, 鰻鰻, 鰻鰻不同 我是用蠶豆胃吃進去營養各樣 肌肉是實的, 就是脆肉鰻 不過魚味較淡, 魚味較濃, 叫草鰻 老闆就說對, 頂哥覺得對 草鰻和脆鰻都很新鮮 如果草鰻, 你有什麼花臣做呢? 草鰻很多, 鹿魚水, 蒸腩 還可以做五漏鰻魚 脆鰻呢? 脆鰻 不吃火鍋 不吃火鍋, 不用吃火鍋 脆鰻很流行是焦熱 但是炒、炆、煮、煮都可以 總之你不吃火鍋, 我已經買了 好… 就買脆鰻吧